实际上我们碰到很多具体的实验里面 如果拿不到好的丹金 或者我们实际上不需要了解具体的结构 我这希望要了解它是什么东西 什么窝像我们说 或者是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它的主要的金像是什么等等 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是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做什么 不做X色线淡金颜色 而做什么呢 X色线多金颜色 多金颜色 那么说谓多金的时候 我不信得你拿到的样品是什么 是一个纯的淡金 它可以什么 是很多围金啊 小的晶体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基金接的是很快的时候 有时候接出来什么 是很多围金拼凑起来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可以通过X颜色的方法 来了解它的内部系结构 跟内部系什么 无相的信息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主要讲什么 讲X色线多金颜色法 跟上次淡金颜色法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我们对象不是一个纯的淡金 而是什么 而是多金 或者我们将来可以用粉嘛 用粉嘛是什么 是更多更多的围金是什么 就是用锅方向拼凑起来的方法 这方法从实验方法来说是比较简单点 那么从原理来说我们今天可以来讲一下 它的色线条件呢 我们还是用单色的X色线 那样品是多金样品 或者粉嘛 说个粉嘛样品就是说很多围金 然后我们把淹水以后 把晶体淹水以后就很多的微小的晶体 那么拼凑起来 这拼凑起来是各个方向随机的都有的 都有的 这就是我们对样品的要求 对色线条件 那么它的特定一个原理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我们说不管你是多金也单金 要产生颜色必须满足什么 满足我们说block方程 就θ脚 就是说你晶体里面有很多晶面嘛 这一套套晶面 它跟什么 跟入色跟它的颜色方向 加个角这个角正好满足这个方程 波长跟波长是固定的 比方我们有单色的色线 波长固定的 那么这个呢 在晶体里面是很多的 但是也是有限 有限数目的那种低 那么然后呢 满足这个色子的 就能产生颜色 满足这个色子的产生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看一个图 那么由于在晶体里面 这种晶面 如果单晶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就有几套晶面 就是几套了 因为我们知道 晶面距离太小的 它没办法是颜色的 一定保持一变大的 晶面距离才可以颜色 因为跟什么 跟波长有关嘛 那么那么按照单晶来说 我们上次说 如果给单晶 我们产生这种颜色 就产生了一个颜色点 一个颜色点 但是现在我们变多晶的时候 或者变粉末的时候 它这种面是什么 是非常多的 随机的 都到处都有 那么这样的 它这个产生的颜色 就不是什么 不是一个点 而是什么 围绕什么 围绕中间的轴线 围绕中间的热色线 S0 一个什么 一个圆周 一个圆锥 这个圆锥面上的 这个架角什么 跟中间的架角都是什么 都是两系它 好 那么如果我碰到一类面 就是一个 某一类面 那么产生一个是两系它 那么如果我换另外一个面 是吧 面 然后碰到 所有的110面 所有的110面 这个组成的一圈 那么我得到的一个颜色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111面 所有的111面 各种各样取下 也可以成为一个颜色 那么这样就得到什么 一圈一圈的什么 颜色线 颜色线 那么一圈圈的颜色线 如果我用把底片 把它记录下来呢 它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什么 这个颜色 用照相机 把底片围在一圈 那么它的颜色 就出来的 这个罪面 一个一个罪面 不同的什么 不同角度的罪面 那么跟什么 跟着底片 相交的是什么 一个罪面 第一个罪面 变成这个两条线 第二罪面变成这个两条线 那么这里就是什么 就是 入色线的什么 对面 就出色的线 那么 我上次没提 这里我也要提一下 为什么这里要画孔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 X色线 它透色能力很强 它除了产生 颜色以外 它有大量的什么 X色线 通过晶梯 在透色出去了 那么透色的方向 就是什么 就是入色的方向 那么这样的 如果我这个底片 这里不画一个 不把一个 剪掉的话 那么很多的什么 透色的什么 X光子都打在这里 所以这里的感光 是很黑黑 黑乎乎的 是吧 就是一片 那么这样的 对底片 对将来 周围比较近的地方的感光 都有效果有影响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就干脆挂掉 让它 让那光子 穿过这个底片 不在底片上感光 那么这样的效果有好点 所以将来我们可以说 如果我们那个 单色的色线 用了多级样品 那么照在这个 压瓶上面 最后它到了谱线 是吧 就这样的谱线 那么这一对谱线 就代表什么 相对对应 对应十c的角度 一般是 这一般是两c 这一般两c 所以这一般 对应弧度 对于十c的弧度 所以这样的 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通过 这样的距离 这个距离 通过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回到什么 回到c 再根据这个lambda 那我可以知道什么 对于每一条线 颜色的 D是什么 对应的D 那对应的D下面 肯定有什么 一个H 星 K星 L星 对应的 对应的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对一条条线 来进行什么 进行它的指标化 然后呢 得到什么 得到 不同 底面上 颜色的什么 强度 因为你看 这个比较浅一点 这个深一点 对眼色强度 对吧 得到不同颜色强度 对应的不同的地面 这些星线 根据这些星线 我们再来 进行什么 进行它的 结构风险 这是它的基本原理 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 可以采取多多精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来 到达人的星线 关键是 布拉克方程 所以这里的布拉克方程 比较有效果 它这一个方程 马上把ceta lambda 波长 跟什么 跟它的晶体内部的 机构面积去第一 联系起来了 联系起来了 这是它的特点 跟基本原理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 本位颜色图 怎么来得到 怎么来分线 本位颜色图 一般藏于两种方法 一种照相法 跟颜色法 两种方法 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颜色图 那么我们第一个 先叫照相法 那么相机呢 它的晶瘦 圆同 这晶 脂晶 我们用57.3毫米 那为什么用57.3毫米 灯线我们去看 为什么要用这个特殊的素质 因为有好处了 那么紧接的内边 我们放着胶卷 就是在边的内边 放胶卷 在圆同的中心 中心轴的时候 这个中心轴的地方 就是我们放压屏架 这里中心放压屏架 然后可以到中心轴转动 旋转 那么压屏的位置 与中心轴的一次的 这是中心轴 那么这个底片 你看这个一圈 带着形状的一圈是底片 然后呢 我们入色的X射线 从这里进去 然后产生什么 一个最面 产生一个最面 这最面呢 跟我这个底片相交 就得到这么 这个一圈圈浮现 一圈圈浮现 那么这是出色的 这是入色的 我们底片 底片的一个接口在边上 接口不在中间 接口在中间误差位很大 接口在边上 等会我会发现了 接口在边上 为什么好呢 因为我们这样量的时候 不会碰到接口的 如果你接口在这里的话 那么你量距离的时候 就是中间有接口 中间有接口呢 你很难保证 你接口的距离 是一定很准确 所以我们把它接口 放在两边 放在这两边 边上 那么这样呢 我们量距离的时候呢 可以保证什么 这个一对一对的距离 就是很准确的 那么这就是那个样品 那为什么还需要转动呢 那我们知道 它本来是已经粉了 就是晶体有很多很多取向 但是这些取向 往往有时候还不够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连续的什么 对面连续的线 结果呢 做出来的底片线呢 还是会什么 会带着点子的 这条线还带着这样的线 这样写 那么为了是增加这种面的可能性 尽量多尽量多 那么我让晶体的吧 还在转 又是粉嘛 又是在转 那么这样的 这种可能性的吧 又来了 因为如果我这个方向的时候 它正好这个角度 不符合两系塔 我再转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符合两系塔 那我转360的时候 就很多什么 本来不符合的面 又符合了什么 符合我们的两系塔的面 所以这样呢 就等于什么 把我的面 各种可能的面 再增加它是什么 增加它的范围 所以要去转这个 转中间轴 转中间轴 好 那么我们来具体是看 怎么来计算 从底片的上面设成 来到我们的系塔的关系 好 我们知道 这个弧度是什么 这是一堆弧度的吧 这堆弧度对应什么 这是中心到边上两系塔 中心到边上两系塔 对于四系塔 所以我们四系塔弧度 乘上这个半径 乘上这个晶体的一个 乘上它刺青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应该是现实在乘上半径 这四系塔弧度乘上半径 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 这个距离 就一对 一对弧度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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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对的弧度距离呢 我们等于什么呢 等于两R 我们去测测量 我们用一把测去量 对吧 可以量着吧 量底片 那么量出来是什么 这个距离我们叫两R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到边上双R 这里边上双R 好 那么我们就到什么距离呢 就是四系塔跟这个半径 弧度乘起来 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样的在照相机边上的这样长度 这长度就是我在底片上量着的就是两R 这就是四系塔跟什么 跟我底片的上面测身的关系 那么我们把这一代掉过去什么 两个量一掉 那么这两一过来 下面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两R的 上面的R 变成两R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什么 四系塔 R 等于什么两R 那么这样移过来就是 等于四系塔 等于下面两个R 上面R 两个R上面R 两个R上面R 但是这里关系什么 有个单位不一样 我系塔一般用什么 用角度 但是我R用的什么 用的长度 用长度 那么这样我把角度 系塔这里是用弧度 系塔是弧度 这是R长度 那么我要把系塔变成什么 变成角度 因为我们加在三系塔是什么 一般我们都用角度来表示 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它可以等于什么 上面去乘什么 1880度 那下面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Pi 乘成PiR 因为1880度正好对应什么 对应这个弧度Pi 这样一类 好 这样一类我们又可以看到到什么 到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希望 现在希望什么呢 希望两PiR 正好等于180 我们希望 如果我们吃几个照相机 对吧 吃了它两PiR 正好等于什么 180 那么什么意思呢 Pi等于什么 Pi等于3.14 对吧 那么180去除3.14 除下的正义多少 22 就等于57.3 就等于57.3 是吧 还有57.3 嘛 57.3毫米 因为这个L 将来我们单位用毫米 用测起来毫米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 这个什么 两PiR 等于180 那么我们设计的什么 一个照相机的测进什么 是57.3 因为57.3 乘3.14 这是Pi 正好等于什么 180 那么这样呢 就是这个越掉了 就等于L了 对啊 所以这样呢 你去量底片测称 底片量出来是10毫米 就是10度 对吧 底片量出来50毫米 就是5尺度 就很简单 那么量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量这个中心 到这里的距离 当然我们可以量 这里距离以后 除1出2 1出2 打1出2 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照相机 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讲的计算器 很方便 很方便 就可以到达了 所以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什么 到这样的结果 θ就等于L了 我们量L两出来 就等θ了 好 那么我们说 有了波长 再有θ 我可以去求什么 去求它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D 对应的D可以去出来 根据什么 根据Block放射 我知道这个θ脚 然后我波长知道了 因为我做什么神验 波长知道了 那么然后就到这个D 那么有了D以后 如果我知道它的 经波类型的话 那马上可以什么 来算它 它的ABC跟αβ干嘛 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 比较复杂的 一个是指标化 要说这个D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HKL 这个指标化 然后呢 来什么 来 看它是什么样 类型的经波 然后得到什么 得到就是D跟什么 这个ABC的关系 然后我们做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可以得到它的经济机构 但实际上 我们说 我们用多晶颜色 很少去做什么 做具体的经济机构 具体的去制造它ABC 因为用制造ABC的话 最好的方法 还是用单晶 单晶颜色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它这个心血已经包含了 这个底里面 已经包含了这种心血了 那么我们可以有时候 我们说我们了解心血 有时候并不要把心血里面 很多东西 具体的都抽取出来 我们只要用比较法 一比较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心血了 什么办法呢 就是我把很多已知压品 已知压品的D 跟强度的关系 就是拆弱出来 然后注册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一些位置的压品 我去做 做了以后 我得到它的D 跟强度的心血 把它对比起来 然后在数据库里找 找到相似的 结果以后 我就知道我这个样品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我想 就是那个东西了 所以对多镜颜色 东方光颜色 比较多的是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比较多的去什么 去做那个 来计算什么 ABC阿卦比较干嘛 计算进化参数 当然后来 人们也有一种方法 这些可以通过多镜颜色 也来计算什么 进化参数 也有的 但是就相对比较复杂点 好 所以这样呢 我们说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一个θ 就是对应了一对线 然后这对线里面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 来什么 定它的指标化 同时 它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强度 因为我刚才看了 这个线 是不一样的 有的什么细 有的粗 所以有的颜色强 有的颜色弱 那么这里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什么 对应每一个系统 它有一个强度 有强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 就为我们什么 为我们的 这个将来 接口风险提供了什么 很多信息 这个第一个是 造像法 我们简单来 来看一下 那么 比如说 我们这个 怎么来 就是说来指标化 那么我们像 如果 上次也提到了 我们这里在决定 如果我们知道 这里放晶细的话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什么 根据这个两地三个系统 对MNM是方程 我们把两地除过去 两地除过去 然后什么 三西塔等于什么 两地分子 MNM的 那么 这里去平方 就是三西塔平方 这里是什么 这里就是MNM的 也是平方 那么 下面呢 两地也是平方 但是我们知道 D是什么 对地方进去的时候 我们上次 讲过D应该到底是什么 我们说先第一次应该这个D 等于什么 等于A什么 下面什么 更好什么 H星平方 加上K星平方 加上L星平方 对吧 那么第一次这样 第一次就是什么 就是A分子什么 A分子这个 那么它H平方以后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A平方分子什么 这个平方 H星平方 加K星平方 加L星平方 那么上面一个N 把N就要乘进去 N乘上H星 等于什么 等于H N乘上K星 等于什么 K N乘上L星 等于L 所以我们把这里的 上面的N乘到这里面去 就等于什么 等于HKL 那么上面是什么 这就是波长 这下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你看这是2D 现在变2A了 对吧 这就是对立方晋系 马上都到这样分子 这是平方的 这是一个数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什么指标换呢 我们就把这个平方 我们C他不是有很多C他吗 C他1 C他2 C他3 把这个平方 化成什么 化成整数的 它比例嘛 化成整数的 那化成整数的 这里呢 肯定整数的 我把这个语言移过去 这里也变成整数的 那么一系列的 整数的比 我们出来了以后 那么我们把这整数 可以化解成什么 化解成什么 H平方加K平方加L平方 这样的分解 分解 下面我们会举个 具体的例子来看 比如说 像这个设施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办法来解个A 比如说 我们用X的演出方法 我们做出做成C他 C他等于什么 81.17 然后我们用上面 指标符合的方法 我说这个演出 是333演出 HKL就是333 那么我这样呢 我用这个公式 A等于什么 两C他 分解LM的 这个一个更好 因为本来A跟T 自己关系就是一个 这个 所以用这个公式 我们把A移过来 C他移过来 就到这关系 好 然后我们把LM的波长 带进去 这是同的 Kα带进去 这是两个 三C他角度带进去 这是HKL带进去 那我马上就得到了 他同的静暴参数 就4.0 4.9 所以通过这个办法 我可以算是最简单的 算静暴参数也可以 别类方精细 是很容易算静暴参数 至于这个333怎么定出来 我们等会有个例子 来说明 这个333怎么定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设置 来定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 用照相法 它都粉白颜色一些 可以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线 那么现在实验里面 大部分已经不用照相法了 因为照相法比较麻烦 它进去 它点字 这个计算很进去的 但是比较麻烦 什么道理呢 一个就是说 你要照相 还有显音 还有暗色 等等一套设备 这是这些 第二 然后你什么 你的强度 还可以什么 还要用人工去念出来 当然现在 已经用什么 已经用机器 就是用光度仪的方法 可以什么 可以多出 它可以提供 你这个强度 大概多少的强度 相对强度多少 但是总比什么 比色列什么 仪器显示你的 强度信线要麻烦 所以现在一半都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 就是眼色 眼设备的方法 那么它呢 也是单式X色线 照在什么 压生什么 压生平板的粉 在上面了 那么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它已经不用什么 原来我们用弹色的话 是一个很细的 有点线 现在呢 X色线 它是平行的 X色线 强度跟什么 跟量比较大点 那么这样呢 它造成什么 一个平板 平板上面 那么它呢 然后平板 产生眼色线 它和技术器 跟马达连起来 这马达什么 动物贩呢 只按照 θ跟2θ的大小移动的 大小移动的 等我们一看 就是说 你 要这个 路色线肯定固定的 为什么呢 我不可能把 X光源什么 不让它转动 那么然后样平可以转动 那么样平转的 我转的角度速度 只按照 θ的速度转 那么后面检测器呢 是按照什么 2θ的时候转 那么这样呢 你凡是有θ的时候 它2θ就可以什么 就做到什么 接受到什么 它的信息了 就是同步的 一个样平 是按照θ的角度来转 那么后面的接受器呢 按照2θ的 就转 那么总是得到眼色的 那这保证 所以可能的眼色 都进了什么 它的技术器 那么我们就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θ脚 然后得到它技术器 按照光指数 x光指数的多少 我可以知道什么 它的强度 这是它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叫那个 实义图 那你看 这是x发生器 这是x光 进去 经过一个什么 瞎峰进去的光 那么这是一个样平 那么样平 现在一个样平 架交是θ 那么这里一个 检测器的架交 跟那个x光的架交是2θ 所以如果这里 存在一个面 x它面 能产生 这个颜色的话 那么它马上就接受到了 然后这是一个同步的东西 孔子的 孔子 就孔子它什么呢 它转动的时候 按照x它就要转动 它转动是什么 按照两x它就要转动 那么它后面再拖一个什么 激动仪 把这个风 到某一x它 如果有这个颜色出来的 它马上出来颜色风 那么根据它强度 可以到到风的高低 所以这样呢 它马上到到什么 到它的颜色线 就是这是下面的θ在变化 两θ在变化 那么这是某一两θ出来的风 某一两θ出来的风 那么风的强热 跟颜色线的高变 可以来比较 这是两个单元晶 这是绿化嫩的 这是绿化价的 这两个晶梯的什么 它的风味颜色图 那么这里明显可以看到 用颜色化要比什么 要比用照相法什么 要简单得多 简单得多 因为你这里也可以量出西塔的 你这里直接可以什么 得到西塔的角度 你得到西塔角度一样的 按照我们刚才算 也可以回到什么 我们刚才在柏拉方中来算什么 算底啊算这个 一些都可以的 所以用颜色化要比什么 照相法简单 它可以完全自动化 如果你照相法就比较麻烦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实验室里 往往有很多 有很多一系列的药品 合成的药品 就马上去做 那就很简单了 所以这个颜色化 应该说比照相法比较简单 但原理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照相法 它的原理就是原来 那么这是我们说 如何到图谱 那么这个图谱 我们怎么应用呢 我们应用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已经有个例子来 应用去算它的什么 算它的比如说 那个金包参数 但是这个呢 做的毕竟比较少 大量的应用 像我刚才 如果一个晚上 做了九十几个样品 那么大量应用 怎么应用呢 大量应用就是说 通过分泌衍生度 进行物相风险 进行物相风险 就是说我要看看 你这个样品里面 到底是什么固体 或者有几种固体 或者你这个固体里面 到底是什么 比方同样的 比方我们说 同样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可以什么 可以锐太矿 金风蛇 同样的比方 这个氧化碳 可以阿法相 可以贝塔相 可以干嘛相 那么它到底 我拿到的固体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的偶像 我到底什么东西 是什么偶像 第二就是说 我如果这个混合我 那么里面 到底有几个偶像 每个偶像的主人 大概多少 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通过 偶像奉献得到 那么偶像奉献 按照现在的做法 按照我刚刚讲的一切 那你不要去考虑这个原理 它第二天 计算机马上给你出来 不但图不出来 而就告诉你 里面什么偶像 哪一个偶像 它有多少比例 哪个偶像多少比例 它都会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些 你不是傻瓜了吗 不是傻瓜了吗 那么你总是知道 这个计算机是根据什么原理 会得到这些信息的 那我就告诉你 这是什么原理呢 我们颜色 都得到原理是这样 我们通过这个颜色 就得到什么一组信息 就是θ跟i 两组的关系 就是说每一组θ 它对应的强入多少 那么这个就是 对θ来说 它是满足这样的关系 实际上有一个θ 就相当于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md 因为波长固定的 那么θ的变化 md不是变化吗 那么就是说 我得到一个θ 也就是得到里面 晶体里面的 有一个什么md的数据 那么对一个晶体来说 这md的数据 肯定是一个有限数目 而且这有限数目里面能产生颜色的 强度比较强的 那也肯定是有限的 那么 互相分析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把每一个样品做出来的 它md跟什么 跟强度的关系 我先不考虑c它了 就考虑每一个md跟强度的关系 变成什么 变成类似的一个表 就各种晶体里面 普线里面 有自己特定的位置 数目跟强度 那么其中有干掉普线 最强的 我们叫特征炎热线 那么可以作为物相奉献 那么这个特征炎热线 用什么的指标呢 就是用强度 强度 跟什么 跟这个d 来表示 来表示 用这样一对对 东西来表示 这个物相 或者这个物相的特点 那么 把什么 把已知的 成天上万的已知的压平 这些数据 md对什么 对它的强度的数据 什么 一种什么 一种表 那种数据库 这数据库就叫什么 我们这个数据库叫 JCPDS Joint Command 按什么 按这个POD 就是粉麦 颜色 Deflection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等于什么 粉麦颜色的联合会 联合的会议 那么也叫做PDF 这个卡 PF卡 标准的PDF卡 就是粉麦颜色 FIRE POD Deflection D 比如法尔 也可以叫什么PDF卡 那么把这个什么都什么都归了起来 所以我就讲我们做别人的时候 我们实验室有什么 有一大个柜子 这柜子里面有一个一个抽屉 抽屉里面把这个每个样品的卡就放在这里面 就像我不知道以前图书馆的目录就是这样放的 我不知道你们还看见不看见 以前图书馆都电脑里面查目录了 以前图书馆的目录是什么 就这样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就放在一个抽屉里面 然后呢 你按照你的到的信息以后呢 可以去查这个卡片 查卡片 查卡片 查的跟他比较对写的 那么就是他 那么怎么叫对写呢 因为卡片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特线 他就把什么 我们去一般的去什么 八掉比较强的线 有很多线了 我们去最强的强度八掉线 把八掉线里面的强度更什么 更低 这个低就是N文字 这个低就是摄像式机 已经出过N的 N文字的数目 按照什么 按照强度什么 拍 八掉拍起来 那么有时候为了什么 为了他最主要查证几条 因为强度差不多 第一条跟第二条强度差不多 第二条跟第二条强度差不多 那么他设计了三种排列 第一种排列就是ABCD 这个伤感最强的 后面就是DFGH 就是这样的 那么然后第二种排列呢 就是BCA 就把前面三个比较强的 再换个次序 BCA后面也是保持线的次序 然后再是CAB 在后面 一般情况下 都是先对前三个 前三个对上了 再看看后面 次不是一次 前三个对上了 后面如果一次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他把这个东西呢 就做成什么 做成一个卡片 就是等一套数据 等一套数据 前面三个 一套数据 然后呢 做成一个卡片 那卡片里面有很多其他的 样品的结构信息 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根据 以致样品做成卡片了 那么对以致样品 我可以经营什么 强细的结构啊 化学啊 成分啊 风险 都列在这里 那么这就是什么 其他的 从高到低的排 我们把你选前面八条 对上就对了 这样对了 那么这是什么 过去我们 做粉末的方法 那么你这样对呢 你对好了 那么他会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绿化盖 或者这个是什么 氧化 氧化态里面的金红蛇 等等 都会告诉你的 都会告诉你的 那么这是早期的 那么现在大家想 有的计算机以后 人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什么 比如说 放到什么 放到电脑里去 然后呢 让他用电脑自己搜索 比较 所以现在的样品 计算机库里面的样品数目 要比过去 要多上几 这里的几十几百倍 过去是几万个 现在几十万个 几八万个 已知的样品 粉末都在这里面有的 那么你在电脑里 我刚刚讲了 你往上做出来的样品 那么这些数据都出来了 这些数据都出来了 这些数据都出来了之后 他马上就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搜索 搜索好 一搜索到哪一个已知的 他马上会告诉你 如果这里面都搜索不出来 他会告诉你 没有的已知样品 那么他也会告诉你 几个参考 跟哪几个可能比较接近 他也会 都会告诉我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想风险 那么现在大部分 我们实验室做的工作 就是我想风险 他甚至就可以做 比如具体是 你一个混合样品 混合样品以后 你去做的时候 他刚才有谱线出来 谱线出来的时候 他在每个谱线上面 会告诉你 这是哪个样品的 哪个线 比如说这是什么 绿化钙的 110的颜色 那条线是什么 绿化那是什么 110220的颜色 都会什么 都会告诉你 那么这样呢 你如果一个混合样品 去做的时候 你马上可以得到 这个图符 我有三种东西 这三种东西 哪几条线 是什么 像是某一条样品里面 什么特征线 都会告诉你 而且按照它的比例 你还可以看出 它的成分多少 像我这里 混合我里面 比如绿化钙 可能很少 比二氧化钙很多 三氧化二氯 是主要的成分 都可以什么 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一个 五项的东西 下面呢 我们通过颜色法 还可以指标化 就我刚才讲的 什么指标化 我们来 来举例子 我们利用 粉末颜色样品的 颜色图 也可以什么 确定 相应镜面的 镜面指数 KHA HKL 我们有身边的指数 这个工作就是指标化 那指标化怎么做呢 假设我们最简单的 复杂的当然也可以做 比较 数学上面计算比较难点 假设我们是立方清洗 ABC等于A0 二个维大纲 等于九色度 那么我们得到的D 公式是这样的 得到CTA 颜色公式 CTA等于什么 Lambda 2D 那么我刚才得到 刚才试试 我们就得到了 3A平方等于什么 10个A0 因为1平方 不能2A 变成4A的 10A平方 10A0平方 上面Lambda平方 下面HKL 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什么 我们得到 可以比较三条线 还是五条 四条线 或者五条线 每条线的 每条线的CTA 我知道 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每条线的CTA 我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数据搞出来 这个数据搞出来以后 那么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以排个表 这个表是什么 CTA1 叫CTA2 CTA3 CTA4 CTA5 比如说CTA5 那么这样 我根据下以后 我可以马上得到什么 这是CTA 这是什么 我马上得到SINE CTA 可以吧 把SINE CTA数据学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数 对吧 一个数 然后把SINE CTA变成3平方 CTA 好 又得到 这个数据什么 都是分数还是小数 都是小数 因为SINE查出来 这是零点极其其其 是吧 那么你做 可以Unstad 然后我变成 变成什么 扩大 扩大一个倍数 直到变成什么 变成整数比 就是说这个去乘上什么 乘上一个认为一个数A 让它变成整数比 变成整数比 变成这是三 这是四 这是比较缺 这是几 这是八 变成一些整数比数 可以吧 然后我去看了 那么对什么 对三来说 它可能什么 就可能是 有有有 因为这个三是什么 这个三是等于H平方 加K平方 加R平方之和吧 因为这里比例长的时候 我就不管它了 那么 画到整数比的时候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整数平方 加整数平方 加整数平方 三个整数平方加线 肯定整数了 那这个整数如果三的话 那么HK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 有有有 那么四呢 200 有人说 020 002 那么压的 因为我们什么 是地方惊喜 三个方向这样的 七呢 还有没有的 是吧 那这视频 我下载发生猜错了 一个人没起来 如果碰到这情况下 还有什么办法 把这再复大一倍 对吧 因为你这个不是 再复大一倍 再来做 再来做 那对八来说 那可以什么 就211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马上可以变成这个 那么然后 如果你真正 那我碰到 这个是六 不要改成这个 那六就是什么 六就是 62 62 8220 这是211 对吧 211 所以这样呢 你可以把它来什么 来指标化 来指标化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方法 那么在指标化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会可以 下面就是 可以发现什么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立方经系来说 它这个指标化里面呢 HKL 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立方经系 输单位的话 它的排列是什么 123456 去切了 这样也没切了 没切了 然后呢 890 1112 1344都可以的 15也没有了 23 如果这三个没有的 那么肯定是什么 立方数单位了 立方数单位了 你看 去了 因为这是什么 它没有 没有了比较 好 如果体型的话 那么你看 它的什么 它是2468 10 因为体型是什么 将来是 我们刚介绍 就是说 一个是 齐某 不能吻杀的 一个 这里面是什么 就是说 哪个不是齐 哪个不是某的 它有点规律了 所以将来呢 它是2468 这个 那么2668 你看全部是某数的话 那么我们会发现 你开始把它夸大的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没办法 开始知道 所以你会做出来的 123456789 那么123456789 肯定不是这个 因为这里是不能切的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什么 碰到切出现的时候 你必须把它再扩大一倍 再扩大一倍 再扩大一倍以后 就得到2468 那么这就是什么 就立方体型的 那么然后呢 立方面型的 它规律出现了什么 是多少 348 然后11 12 16 19 20 24 我们称它叫 叫二面一息 二面一息 这两个靠近的 一个离开的 这两个靠近的 一个离开的 这两个靠近离开的 如果你指标化出来的数据 是这样的锐性数据的话 规律出现 那么就是你放面型的了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 这个办法来指标化 那么就是说 办法就采取这样 一阶阶的夸大 一阶阶的夸大 那么这样呢 我们还可以得到 消光的信线 从而可以推到 点阵形式 并将来还可以 鼓起空间群 所以涉及到 粉末不法里面 还是可以得到 很多信线 还是得到很多信线 当然它关键是 你要看它的 对称性高 对称性高 比较简单 对称性低的话 比较简单 这里就是有一个 具体历史 我们来简单 看看这个具体历史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们用测晶 五十七对三的照样机 那最老的办法 我们来做 做出来也是数据 这个L等于这个 这些数据 那么L这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这就是θ了 因为L就等于θ 那么因为X的线 波长就什么呢 154.18 那么就是Kα 同的Kα 同的立方精细 它的密度是这个 我们求什么呢 就是这个点身形式 就是晶报参数 就每个点人 点点原子数 这是一个点心的 我们一个立体的 那么我们先看看1好了 1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按照这个公式 就是θ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L了 Cα等于L了 所以我们这样呢 就可以按照 我刚才试试的 先把L写在这里 也就是θ写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些 都到什么三个平方 因为对数比较差 就可以了 你先用计算机清除了 然后把它夸大比例 夸大比例以后 这里得到什么 3 这就是4 这就是8 这就是什么 2个16 那么就发现了 阿尔滅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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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指标的话就是什么 39111 492200 892220 311 然后这个2 那么你看看 这肚子要么我在 要么起来 没有起过我们在的 没有起过我们在的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 得到这样的指标化 结果 那么后面 也是科学 它这个立方明星形式 那么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 得到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 代一代就代到 因为这个指标化 你也知道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它这个 经报参数 经报参数就是 这么大小 那么 如果要去求它 那个什么 经报里面的原子数 那么最简单 或者体界 去呈上它的密度 体界成的密度 那么这个体界什么 就是经报大小了 经报大小 成了它的密度 经续密度 我告诉大家了 告诉大家了 那么就等于什么 一个经报里面的重量 一个经报里面的重量 我们去被铜 因为它全部是铜 被铜去除 那么这是铜什么 这个是铜的什么 就每个原子的重量 那一个经报重量 除上每个原子的重量 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经报里面 多少原子 那主要在这上面的单位 主要在这上面的单位 现在我们都把它 划成每个原子的质量 每个原子质量 得到这四个原子 那么对了 它如果一方面性的话 那么四个点是点 那么每个原子 就在点在点上 就在顶点跟在面线上面 所以同的原子 就在顶点跟面线上面 这样我们就结果出来 所以通过 你来说 我们要通过这个 就是那个 缝盘法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很多的实验信息 但是讲这种 这不会是做立体用的 大部分是 在真正的计算过程中间 就不大会做这个事情 在真正的过程中间 就我刚刚讲的 可以通过什么 缝盘演示图 来了解什么 了解它的物像 存在什么物像 哪些物像 物像多少 这个可以得到的 那么最后我们这些阶段 我再讲一点 就是精力大小策略 用某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来参照它的精力大小 那么这什么意思 我们说精力大小跟颜色宽宽 满足一个基础的公司 为什么精力大小 跟颜色宽宽 因为我们说 我们在推导 老爷方式也不老爷方式 我们认为这个精力是什么 是无限大的 是无限大的 那无限大的我就讲了 不管你差一点点角度 比方我系它是90度 你90.0001度 这差一点点 但是你在很远的地方 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单包 给它抵消了 抵消了 那是无限的 但是如果我这个精力 是有限的 是吧 有限的 那么我90度是颜色的 90.0001度的时候 我在很远的地方 可能找不到 因为精力比较小吧 有限 那么在90.0001度的时候 它的颜色风也会有什么 有风出来 但是这个风呢 可能比较弱点 是吧 因为它没有很多叠加 它就是你这个 这里一点点东西吧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 如果你精力越窄越小 它的风就会什么 越宽 这个原理就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我们原来推倒是无限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 所以它的风宽 跟什么 跟精力是什么反比的 所以后来 需要了总结的公设 总结公设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精力大小 这个大小第一是什么 就是某一个方向上面的 什么厚度 是跟什么呢 跟它的 有叫做波长有关 跟它的西大角有关 还跟什么 它的风的宽度有关 这个北戴我们叫半风宽 所以半风宽 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说我们一般 风的宽度 因为一般的风 就是这样的风 这样的风 你说宽度 哪里算宽度啊 后来大家定了个统约标准 就高度的一半 这个宽度 就叫这个什么 一般的风的宽度 或者我们叫做半风宽 好 那么满足这关系 这个关系是输了公设 对吧 输了公设 那么它是什么 随着精力 这个A方向的 HK方向的 就这个颜色方向的 那么厚度 那么 这是颜色风的半风 半高宽 半高宽 那这是根据精力形容 有关的一些常识 可以 一般去零零八九 那么 但是要注意 我们β还必须建议什么 建议矫正 因为 你使得 产生风宽的原理 并不是什么 一个理由 就是说 因为晶梯 不是无限大的 还有其他理由 仪器的 那理由 还有什么 还有晶梯的X色线 Kα Kβ Kα有两个线 Kα 跟Kα 是什么 二 那么这两个 就靠得很近很近的 那么 如果你不把这两个分开 一般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旅不开 那么你也会引起 什么 引起风宽的变化 所以你要进行矫正 要进行矫正 进行矫正 那么 矫正的一般是 做什么 还有一个仪器的自风宽 仪器因为你 这个小风宽度 也会的仪器自风宽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设计车的 样品的 报告 减去的 仪器的 半分宽 那么才得到我们 真正的这个半分宽 那么仪器半分宽 我们一般用什么 来做呢 一般我们就用一个 比较好的 比较完整的 一个晶体 比较大的晶体 来做 做的时候 照理来说 这个晶体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很细的在线 然后呢 它有一个宽度出来 把这个宽度做为什么 仪器的 这个智宽 仪器的智宽度 把这个仪器减去 这是试验车都来了 这个减去这个 就得到这个半分宽 带进去 带进去 根据输完工资 就得到这个关系 那么 实际上现在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计算机实验太好了 你出来的结果是 它已经把这个 根据它风宽 已经把什么 把这个 经理大学都告诉你 所以 我们现在有个 实验室的 周末有时候做 礼拜六做了一个 工作报告的时候 很多学生就讲 根据输完工资 我得到这个 大概 经理大小 因为我们自卑 催化经验嘛 得到经理大小是多少 那我肯定会问一个 学生问题 你知道什么叫输完工资吗 很多人 这个公资 这个原理都不知道 为什么 可以拆出来 这个经理大小 他不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计算机告诉他 计算机后面 有个 靠领出什么 虚纳的这个 方便了 就是说 然后得到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 经理大小 经理大小 所以 但是我们 还是要知道 还是知道它有原理 对 那么这就是一般的 我们的仪器 做的仪器 大概留学一些题 给大家 那么我们今天 第一期切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是否计算机喔 是否计算机 好 Plant